万幸于谦没有被退学 不然相声界就要少个相声皇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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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为什么呢 说这个孩子呀 要是一张白纸好教 他学过二人转呢 你让他再板他的毛病啊 而且好些个习惯的东西不好弄 我们当年就没要他 第二年招生又来了 2006年 张赫伦第一次参加等于社招生 因为担心自己被刷下去 所以张赫伦撒了个谎 他称自己会二人转 但实际上他只是听过二人转 并没有专业学习过 正当张赫伦准备在台上给老郭好好展示一番时 郭德纲却连听都没听 直接将其淘汰掉了 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 张赫伦终于明白 想要加入等于社至少应该学点与相声相关的内容 于是他白天给人当保安 晚上就在被窝里练灌口 张赫伦东北版灌口一出 老郭再也忍不住了 劝他好好练习一下普通话 随后便将其赶了出去 直到第三次等于社再次招生 张赫伦又报名了 这次他唱了一段太平歌词 没想到意外对了王辉的胃口 在王辉作主下 张赫伦终于成为了等于社的一名小学员 与同为贺子科的孟贺堂相比 张赫伦的演艺录实在是太坎坷 考试一看 哇的天 就是大家很不正规 郭老师坐在下面 于老师 然后还有很多元老都坐在下面 然后上来一个孩子就问 来聊两句吧 然后唱个歌 好 行 过了 过了 怎么就这么结束了 就是其实要的是一张白纸 你会说普通话 没有五音不全的形象就可以 不过好在如今的张赫伦 俨然已经成为了等于社的中流砥柱 若是当年他没有坚持下来 恐怕根本不会有如今的成就 对此 你们有何看法呢